新聞頭條馬上帶你來看到 在明天520總統連任就職的前一天 民進黨發起519大遊行 儘管天氣實在不太好 不過仍有大批民眾走完全程 繽紛三路 用實際行動向馬19政府提出最沉重的抗議 民進台北 公共開動 民進台北 公共開動 519槍馬大遊行 現場是突然間下車的大雨 但是仍然交不起來自全台各地 不滿馬總統的憤怒聲 民進黨19號號召群眾走上街頭 要求政府為錯誤施政道歉 抗議隊伍分成要生存 要公平和要安全大隊 由台北松山煙場 台灣大雪和萬華火車站出發 分別由民進黨代理黨主席陳菊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 和民進黨黨主席參選人蘇貞昌領軍 遊行隊伍下午4點準時出發 數萬群眾不畏風雨 放著寫有怒字的紫色頭巾 高舉標語要向政府套回公道 我覺得真的非常糟糕 而且你看選項什麼東西都漲 你油電這樣漲 物價就是漲 我們百姓怎麼辦 我們幹嘛這樣下雨天來出 我們就是要跟他抗議啊 想要跟馬總統說什麼 說你要照顧到平民百姓 不要只是照顧財團 因為當時是我蓋下的這一票 我要為我自己負責 所以我願意這個時候我站出來 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 如果你還有能力 還有知識的話 你還有心的話 你求你就站出來 我們是今天這樣走出來 我帶我們全家的小孩子 全家都走出來 我們表達的就是說 民間的聲音真的 總統你真的要聽 不要一國兩制 台灣就是台灣 大陸就是大陸 對於馬總統下午舉行記者會 回應外界進來的質疑 並再度表示虧欠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認為 總統口頭道歉 無際於事 應該要知道 施政錯在哪裡 明天就是520總統就職日 馬總統選擇在今天下午 召開臨時記者會 回應民眾對馬政府施政的不滿 並且強調改革的道路不好走 要求民眾要有同理心 這樣的回應民眾 到底能不能夠接受 就看馬總統連任就職之後的表現了 以上日新唐人亞太記者李宜君 在519嗆馬大遊行的現場報導 對於馬總統